另外看到蒲原隊近況火熱 今天是擊敗了台營收下了五連勝 只是蒲原的選手在第四節一度失去了專注度 因此賽後總教練許金哲也強調了 球員在場上必須要永不鬆懈才能夠鎖定勝利 戴衛斯石破天津的灌籃帶動蒲原士氣 這場面對台營的比賽前 蒲原已經拉出四連勝 特別是最近兩戰都有超過20分近戰的減號 幫助蒲原可以維持高檔狀態 有加強投籃的部分就三分球 在練球的時候就加強投籃 那就還是要大膽去投 因為在這個球隊我的角色就是射手 那就是竟然去投 雖然對相台營的比賽減號只有14分貢獻 但蒲原仍然一路保持領先 總教練許金哲強調 關鍵在於團隊戰力有發揮 最近講說 包含斯維包含到底 外線打開的時候金榜更容易切 困難內線其實在Follow上面又比較容易 所以我想這是我們最近打得好的原因 就是比賽來到第四節 蒲原的領先卻從原本將近20分 被台營追到只剩下個位數 主要原因是台營保持著永不放棄的精神 以前我們球隊是永不放棄 現在每一隊都永不放棄 可是我剛剛特別有交代我們球隊 是永不松懈 最後關頭 蒲原挺住台營的追趕 中場以88比82贏球 不僅是拉出近期的五連勝 同時也是對戰台營的20連勝 15點TV 五加油 鄭維仁 新北市報導 站在市у的專程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